这支枪长大约一米 这是这个枪所使用的高压气体的储蓄罐 这一个是另外一支储蓄罐 可以直接与枪支相连接 这是用于充气的相关物件 这是擦拭枪管的海绵 这个是违法新闻人未使用完的一颗铅蛋 它在河边钓鱼时 有两名抄外地口音的墨塞男子 将其兜售气枪子弹 刘某某光看枪支弹药后 也现场进行了试用 他对这支购买的枪支非常感兴趣 随即他以4000元的现金进行了交易 我们以刘某某的行为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管理储蓄网法 以36条制规定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理由 对取进行了新政拘留5额的处划 随意携带枪支将会对人民的证明安全带来一定的危害 所以说呢 携带持有使用枪支弹药使违法行为 呼吁大家家中或者亲朋好远中具有枪支弹药的 第一时间要向公安机关引上交 同时呼吁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持有储存枪支弹药的这么一个线索 公安机关将在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打击 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 请不吝点赞订阅